好 我们现在开始录制 在特斯拉上中午冲了新高之后 这是如期实现了我之前所说的那种 在特斯拉所有人都不看好标普消息落地之后 都觉得它会迹象大跌 在这种情况下 我依然继续看好特斯拉会再冲新高 上一次的时候是在大概这个位置我去说的 那么我们现在看它的这个K线 它再一次的出人意料地冲出了新高 我们还有了巨大的这个买量 不管是所有的基金也好 还是被动买入也好 总之目前事实就是发生了 它再次的冲出了新高 那么它冲出了新高之后 肯定还是会有任意 它又冲了新高 那我应该是继续持有 还是应该现在全部卖掉获利呢 关于这个问题 我想先说一下 之前我为什么 说在前一天它创新高的时候 我敢于说坚持持有 后面还会新高 原因就是说它的一个趋势 单纯如果不看标普这个原因 或者说单纯不听消息来说 只看K线的话 你从K线上你明显能看出来 它这一块没有明显放量 到这一步的时候也是在温和增长 你也不能去提前预测 就说老低音吊胆的狂慌 说它去打跌 或者说它短期到点 甚至就说它到这个位置 它就涨不上去了 这是属于纯存主观性的一种预测 无数次的预测总是会被打脸 我们不能习惯于去进行预测 预测是做不好这种股票事情 尤其是特斯拉这样的一种股票 无数的空头去做空它 依然被打得头破血流 为什么 这种股票全世界都在买 马斯克的信仰力量 实在是太厉害了 我到目前为止 我也只能去说 纯存它就是信仰股票 如果说你对它不够信仰 狂轰的话 那么现在就想卖掉 但是我想说的 今天我不是在说这个问题 我是在说 我为什么不被那些消息所干扰 我为什么在消息不断的看衰 甚至不断的看跌的情况下 我能继续持有 那因为我有一个 完整的看它的 这种股票的一种方式 因为我始终相信 不管你所有的消息也好 还是不管你所有的基本面也好 你总归要体现在 股票它的K线上 K线上它的表现 如果一只股票 一直在往上走 你认为它该跌了 它确实跌了 然后有非常很快的速度去往上拉 拉回 而且文尺在一个相当高的一种高位上 那么这个时候你就 要改变你的想法 不要认为就是说 它马上就会再次去跌 俗话说 该跌不跌 那么就一种情况 就涨 反乘情况出现的时候 我们要小心 当然你是做多 对不对 那涨那是个好现象 你看在这里的时候 是不是 因为在这里的时候 我并不能看到它后面 能不能创了新高 在这里的时候 我只能说它的一个趋势状态正常 也没有放出很大的一个卖量 然后收盘 收位也都是很高的一种支撑 这也是图上面的信息告诉我 我没有任何的去意想 不管外界产生的所有的信息也好 情绪还有资金买卖 你总归在图上 你要体现出供应和需求 这两方面的力量 很简单 一只股票到顶 它要走完 甚至你去想 什么原因它会去打跌 找出最根本的原因 需求少了它会大跌吗 甚至它就是会持续下跌 会到顶 然后就开始产生了下跌 轻性了 不会 光需求少还不行 必须供应也增大 就是不断的卖压去增大 怎么来判断卖压增大 然后怎么判断需求减少了 卖压没有增大 另外再怎么判断卖压增大了 需求也同步减少 这个在图上面都能看出来 如果说 凭借这个东西 能分析清楚 它的一种股票的方向 走势或者说 你就只根损事实 图上是怎么展示的 你登前就采取怎么样的一种策略 这种情况能最客观的 去追寻你的操作方式 而不是每天去想 然后去猜顶 说他慌他到顶了 这样的话 是没有办法长期做出来一只打牛骨的 因为我的 专体想法就是 不要被这些所谓的消息也好 还有所谓的媒体 恐吓 还有所谓的这种市面上的说的各种各样的分析 来左右你的思考 左右你的判断 任何东西图上面都能展示出来 所有的K线 K线代表了一切 成交量加K线就足够了 我今天暂时先不说特斯拉 这个我怎么看他有没有到顶 或者说我怎么看他需求有没有变大 或者需求减少 以及他的卖压就是供应有没有增大 这块我先不详细去说 我今天主要是想先说一说 特斯拉这主要他接下来的一个情况 需不需要继续持有 那么我的观点 依然是说他继续持有 不要太慌 你放心 当一个股票 他真正产生一个下跌趋势的时候 他总会给你足够的时间去逃走 给你足够的时间去处理这件事情 而不是在你说 哇他今天他创了新高了 他到顶了 他绝对他到顶了 他高估了 他泡沫了 还有一个 你就算他高估了泡沫了 他会直接形成一个这种菱形锥 去下来吗 下来的话 他绝对是 买入的机构 他逃不掉的 那么他会怎么走 以及他创了新高之后 接下来后面 他一种发展状态 你怎么知道 这一天他创了新高 他就有跌 你不知道的 你只能通过后面 他的一个走势 如果说他的趋势 真走坏了 走到这里了 开始跌了上不去了 你才能知道前面这里 他就是当前的最高的高点 否则你天天去猜猜 到新高了 卖卖卖卖卖掉之后 啊 飞了 卖飞了 你再碰到情况 再重新高 再卖掉 他又又飞了 他又去大成 又飞了 这样的是没有意义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 我今天说的一个意思就是 只看着你的K线和成交量 消息呢 你可以去简单看一下就好 市场情绪呢 你分析一下就好 不要太被过多的去干涉 不要被过多的左右 你的想法和思考 如果你的想法思考 完全活在别人的一个 想法和思考里面 你股票是操作不好 你会坐立难安 晚上拿股票 你都会睡不着 我是我说的一个经验 我有我自己的一个判断方法 如果大家觉得 我说的有道理 可以点赞 甚至在底下评论 我们相互交流 如果你喜欢我的频道 或者讲解 请可以积极订阅 转发 推荐给你的朋友去观看 我所说的是代表 我自己的一个想法和看法 不对任何人的投资 作为投资建议 好 今天关于特斯拉的后面一个视频 我就简单说到这里 我们录制结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